今次事件有什麽訴求 我們今天來就預期民政署出席我們明晚 為海刀樓舉辦的一個居民會議 因為海刀樓一直以來在不論大維修 或者是那個大廈管理上面都有很多爭議的 但是民政署一直都不去直接跟居民 或者我應該這樣說沒有一個渠路直接跟居民接觸 我們之前邀請希望民政署自己搞居民會 邀請居民出席的去拒絕 這次難得我們有個場地在那裏 希望民政署可以出席 我不期望有人可以解決海刀樓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官員最重要是出席去告訴全香港 他們肯聽海刀樓的居民意見 那你們現在其實邀請到什麽官員出席 我們不邀請民政署出席 我們覺得民政署是最首當其衝 處理大管理的法例 所以我們覺得他的參與很重要 還有民政署是有出席了所謂法團的會議的 那些他有去的 但是他去完之後就似乎 如果他只是跟現在自稱是法團的人去開會 而不去接觸跟普羅的業主開會 我們很擔心被人的印象就是助就為虐 但是如果明天官員都不來了 他們會不會有些進一步的行動 那些沒有進一步的了 我們最後叫他來 那他不來我們就等 就是官員就自救了 就是官員不理他們 我們就有想辦法自救了 那會有什麽自救? 明天你來就知道 是的 就是明天的會議我們會說 我們不可以假設官員不來的 他不來我們就想辦法自救了 是的 我會擔心3號留會的安全問題嗎?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有人是不敢開大會的 有人不敢開的 而不敢開的那些人 他們會想些什麽 他們會做些什麽 我們猜不到 我們每一次 不論是8月29號 不論是7月9號 不論是9月25號 我們都做足了居民的本分 做足了開會的準備 很多好像你有離開的媒體都知道 我們這些會是很和平的 不是他們對著法官說 我們在搞事的 是不是? 我們從來都和平 是不是? 那所以 害怕開這些業主大會的人 他自己有什麽盤算呢? 他自己才知道 我不懂得去猜當 一些立壞心腸的人 那 但是 現在海刀流已經迫在未遲了 銀行的錢 我理解應該是用不到的 管理公司 不知道會做多久 清潔公司不知道會做多久 大廈的營運 不知道再可以捱多久 那 就算一些 多麽害怕去開 這些業主大會的人 我覺得 他都無可避免 因為到時考虎難為無米摧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看他們想怎麽開個會 還有我一定會呼籲 一些 我們的居民 是會和平理性 合法地 去做任何的行動的 包括開會 千萬不要給藉口 一些想去撤陷阱的人 有藉口 說這班是搞事的人 當然他們很恨我們搞事的人 我們每次來 我們來了民政處四次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次我們來民政處的時候 我想是十個八個業主 就三十幾四十個警察 你看今天有多少警察 警察都對我們絕對信任 我們根本上 永遠準時 永遠是清晰 永遠不做重複的事 我就不做重複的事 你叫我說兩次 我都不肯的 OK 那我覺得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希望官員可以配合 如果官員 明天答應出席的 他說 你七點鐘 我八點鐘要走了 沒問題 你十五分鐘 沒問題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我們控制好些秩序 大家盡量精簡去問問題 是不是 我們明白官員 他都有自己假期 他有自己私人生活 我們明白的 是不是 但是反過來 我們這麼久的居民 這麼熱衝來 請願抗議 是不是 今天來邀請他們 請問官員 又回應過 這些上來四次的業主 什麼呢 是不是 我很希望 官員都應該要憑良心去做事 那些官員都應該要憑良心去做事 那些官員都應該要憑良心去做事